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章 也不可删减 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耶和华因巴黎皮尔的事所行的 你们亲眼看见了 凡随从巴黎皮尔的人 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 今日全都存活 第一节以色列人 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利率顶章 你们要听从遵行 好叫你们存活 得以进入耶和华 你们列祖之神 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已经有很多血淋淋的教训 也就是说西红 还有鄂 这两个亚牧利人的王 他们占领的土地 这么的庞大 当他们不讨神喜悦的时候 他们也会被神赶出去 被神审判 而今天你们要过河 要去得迦南人的地为业 迦南人的地是以前我赐给他们的 但是他们玷污那块土地 所以上帝我就不喜悦他们 要把他们赶走 让你们以色列人来得地为业 但如果你们也不遵守我的典章利率 继续作恶 甚至比他们更恶 那我也会把你们赶出去 所以呢 你们要遵行神的话语 你们才能够存活 才能够永远承受那地为业 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 你们不可加添 也不可删减 我们刚读完启示录 启示录最后一章 约翰他说 耶稣也是这样讲 启示录里面的话 不可以增加 也不可删减 生命记这边也是这样讲 神的话不要打折扣 也不要扭曲他 神说什么 是就是是 不是就不是 老老实实 遵照主的话语而行 后来以色列人就整理 摩西五经 创出立民生 这五卷 总共 这个归纳出 613条 这个摩西五经里面 耶和华的诫命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你们要好好的 不可加添 不可删减神的话语去遵守 是为了让你们遵守 然后呢 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命令 所以不可以打折扣 第三节 耶和华因为这个 巴利比尔的事 你们在那边所行的这些恶 然后呢 耶和华就怎么样审判你们 这一切神所行的 你们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都亲眼看见 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 耶和华 你们的神 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 这在民书记二十五章 那时候他们聚集在这个摩牙平原那里 然后呢 这个摩牙王 他就 这个照着 这个假先知巴兰 所设的诡计 让这个摩牙女子 米甸女子 去引诱以色列的男人 跟他们一起去拜 巴利 然后呢 跟他们一起行营 然后呢 神就大大的愤怒 就降下瘟疫 死了两万十千人 后来摩西哥就求情 求神 饶大一命 大家也怕了 赶快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偏偏有一个人 不把这事当一回事 他是一个 西勉之派的领袖 他公然的大剌剌的带了一个米甸的公主 在大家在那里悔改哭泣的时候 他公然带一个米甸公主 回到自己的营里面 帐篷里面 去行营 祭司菲尼哈 他看不过去 他就拿着一把枪进去 把他们两个人刺死 然后呢 这时候 瘟疫才停止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是 神 让摩西提醒 第二代以色列人说 这是你们记忆犹新的事情 那巴黎主要 巴黎是一个农业的神 是 这个加拿大认为 他们会 巴黎会赤下这个 雨水 然后带来丰盛 生命力 还有丰收 以后你们进到加拿地之后 你们会过农业生活 你们很可能就会重蹈覆辙 去拜这个农业的神 因为你们可能认为 耶和华是游牧民族的神 蓄牧民族的神 好像对农业比较不精通 今天我们就有这种观念 圣属恶分法 好像耶和华只管礼拜天 其他的时间呢 是世界在管理的 因为这种圣属恶分法 所以 这个周一到周六 好像世界的神在管理 倒过来 好像周一到周六 你在膜拜这世界的神 因此呢 再次被提醒这个巴黎比尔事件 唯有你们 专靠耶和华 不要分什么 耶和华你只懂某个部分啊 其他部分靠我自己努力 或是我去拜别的偶像 不行 唯有你们要专靠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今日 全都存活 所以你们为什么活下来 是你们悔改 你们赚靠耶和华 心中不再去 依靠别的神 所以才没有被除灭 才活到今天 我们继续来读 第五节到第八节 所以你们要紧接受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 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履历 必说 这大国的人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 哪一大国的人 有神与他们相近 向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求告祂的时候 与我们相近呢 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 在你们面前 所成名的 这一切律法呢 第五节 我照着耶和华 我的神所吩咐的 将律律典章 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 进去得 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呢 你们要 谨守遵行 这就是 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 跟聪明 你们比万民 没有强到哪里去 也不见得 有比他们更高的文化 或是 令人 羡慕的这些什么 其他的领域 但是呢 什么样可以显出 在万民面前 你们是一个有智慧 跟有聪明的民族 就是因为 你们愿意遵行 那万神之神 万王之王 的耶和华上帝 他一切智慧 一切的公义 圣洁 跟救赎 而 赐给你们的 上帝的吩咐 这就成为 你的聪明跟智慧 所以不要再说 我很笨 我不聪明 我没有智慧 你愿意敬畏耶和华 这就是智慧的开端 你敬畏神 敬畏神的化过生活 你自然就活得 像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个有聪明的人 你不会走在灭亡的道路上 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律 必说 哇 这大国的人 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 哇 哪一个大国的人 竟然有神 与他们相近呢 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 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与我们相亲近的 这会羡慕死 其他的民族 跟其他的国家 因为他们的神 不会跟他们这样相亲近 他们的神 也不会这么的 紧密的与他们同在 然后呢 他们的神 也没有来这个颁布 这么有聪明 这么有智慧 有永生之道 在里面的 上帝的一切的吩咐 他说 如果你们好好去活出神的话 你们自然会被 别的民族跟国家 称你们为大国 之前你们当奴隶 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活出神的话 遵行神的话 别人会说你们是一个 伟大的民族 伟大的国家 第八节 又有哪一个大国 有这样公益的利率 典章呢 像我今天在你们面前 所承明的 这一切律法呢 摩西很有信心 他认为他也相信 耶和华所颁布的 诫命 利率 典章 是充满了公益的 是站得住脚 是连别的民族 别的国家 所听见的时候 都会说 哇 你们神的利率 是公益的 摩西非常有信心 他要求 他的百姓 也要有一样的信心 我们继续来读 第九节到第十四节 你只要谨慎 殷勤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忘记 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 这是离开你的心 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你在和列山 站在耶和华你神 面前的那日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招聚百姓 我要叫他们 听见我的话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 这样行 那时 你们进前来 站在山下 山上有火焰冲天 并有昏黑蜜云幽暗 耶和华从火焰中 对你们说话 你们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他将所吩咐你们 当手的约 指示你们 就是十条线 并将这线 写在两块石板上 那时耶和华 又吩咐我将 律例典章 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 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第九节 所以摩西人要说一个结论 你只要谨慎 殷勤 保守你的心灵 免得你忘记 你曾经亲眼所看见的 这一切的事情 又免得你这一生 这些事情离开你的心 你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让我们的心 紧紧的记住 我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 亲眼所看见过的 上帝的所有的伟大作为 不要让这些事情离开我们的心 我们就会一直敬畏神 我们不只会自己敬畏神 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子孙敬畏神 这是摩西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第十节 你在和列山站在 耶和华你神面前那日 就是西乃山立月的那一天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为我召聚百姓 我要叫他们听见我说话 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 又可以教训儿女 也如此行 就是也一样 要敬畏耶和华 那时候呢 你们近前来到西乃山 站在山下 而我在西乃山上 降临 所以山上就有火焰冲天 并有昏暗密云幼暗 神的同在 令人大而可畏 十二节 耶和华从火焰中 对你们说话 你们呢 只听见声音 却没有看见形象 所以你们曾经听过 耶和华的声音 但你们却没有看见 耶和华形象 因为有一个原因呢 十三节他说明 他将所吩咐你们当 遵守的约 指示你们 跟你们立约 他的一个总结 归纳就是十条戒 原本是十句话 就是十戒 并将这戒命 写在两块石板上面 就是法板 十四节 耶和华又吩咐我 将律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过去 得为耶的地上遵行 所以摩西提醒百姓说 当初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 你们是听见神说话 听见神的声音 你并没有看见他的形象 所以要把听见的话 一生去遵守他 而神没有让你看见 他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以后不要 雕刻任何的受造之物 来代表神说 这就是耶和华上帝 不要忘记 你们的祖先 还曾经很愚蠢的 做过金流毒 所以呢 这个摩西就是在提醒第二代以色列人 不要犯第一代以色列人 很多愚蠢的错误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主让我们能够在 你所应许的 许多的恩招 福分 职分里面 主使我们能够存活 并且能够 被你所用 唯一的秘诀 就是敬畏上帝 遵行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可以长长久久 为上帝所使用 主啊 愿你保守我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